来用户三耳怪 你好你好 什么活 没啥活 然后我就想问个问题 您那个 就是直播后边墙上的一个自行车 是不是梅花的那个V32S 不知道型号别人送我的 据说周末完了七八个呢 我是 那车挺好 因为是这样 我吧 就是喜欢急停车 然后有一天我就刷到你 大概有二十多天前吧 我以为你是个骑行骨哥呢 后来我发现不是 然后我就惯度上你 然后就一直看你那个挺好 然后我也在长春生活过 然后我是想 看了你几次直播 你不用跟着让我不见 我不见你 我说我不见你自行车 我有自行车 我是看你有两次晚上吃饭 点外卖什么的 我就觉得吧 你直播挺有意思 然后 他这个身体健康会有一些问题 我是觉得 你可以弄个骑行台 然后一边骑一边搏 这样比较锻炼身体 你给我个建议让我骑都搏 不是 有个东西叫骑行台 你可以了解了解 因为你这车要是别人送你 你可能不太懂 就是在室内就可以骑 特别有意思 然后 就给这个车架起来 对对对 把后轮拆了 你架起来 然后他有那个软件 比如说你跟你好朋友 说咱俩今天去美国去火山骑 或者明天去法国骑 你们俩就在约地图上 然后你就可以骑 我给原地空灯 不是啊 他有地图 他有坡 我整台 那干啥 我给链子摘了 不就完了吗 那不是 我给车链摘了 我就原地灯了吗 那不行 你得把那个后边那个链子 得架到骑行台上 然后骑行台连接蓝牙 APP软件 不耽误你直播 然后还能锻炼身体 最好把那个电都 电都是从我灯腿 就灯上来点 我骑行发电 它一转都会发电了 我最好电都省了 有的骑行台是可以 有的也不行 也就是我一天 我现在平均一天拨八小时 我得骑八小时 不用 你一天你骑 我有这经历 我能骑八小时 我去送会儿外卖 就不好去吗 我说白了 不是你看 我说不好听 那我打PK输了 战手就站起来 跳三十秒拉丁舞 我都直跟喘 你让我登自用车直播 你有机会吧 你别降 你有机会 你真骑一骑 对身体真有好处 然后我就 我就没啥活 完了我就撤了 再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 你平时总说 要关那T了吧 你低落了三眼怪账号 我说白 你给这要什么 画面你有个问题 有个建议的 我建议你回家 把你这件事架起来 你全家电都省了 一天你哪管 发把度电呢 再说你考虑过 那次车座 那老奸 你瞅瞅那车座吧 我说报庭 为啥不齐不到吗 给我撅起来了 我平时有点 就是朝下看的 他硬过这么卡 每天你整个架 你跟老瓜这么值 你得劲啊 我当了惯了 好吧 而且对讲 似了 这一番 可是我 你忘了 就是吧